歌手林佑佳2007年出道以来 凭借着多首经典歌曲走红歌坛 而他除了歌手身份 其实还是出身屏东潮州的地方旺族 光是在潮州附近的圆环附近 至少就有三套房产 全部的房地产加起来 市值高达1.9亿元 用迷幻唱腔 全是充满个人魅力的经典情歌 艺人林佑佳以多变风格吸粉无数 没想到这名音乐才子 竟然还出身屏东潮州旺族 其实林佑佳在7月时 就一度登上地方康物的封面 而他的阿公更是潮州的大地主 早年开设建材公司赚钱后 就投资许多房地产 包含现在潮州最热闹的圆环周边 就至少有三间店铺属于林佳 整个这边的商区来讲的话 这边是非常承受的 平均行情一平的租金 大概在1500到2500这个区段 不止如此 林佳人观念十分开放 在当年重男轻女的时代 林佑佳的阿公 就将价值5000多万的豪宅 赠与媳妇 而据传林佳房产限值约1.9亿元 光是每月租金 就可以收入约40.5万 讲究你地方是一样的 他们的家族呢 但就算只靠租金 就可以过优渥生活 林佑佳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在2007年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出道后 便一路发专辑开演唱会 成为当今一线实力派歌手 如今又传出富三代的背景 也让粉丝更加崇拜 林佑佳对于音乐的决心 借苏世伟 屏东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